在这超大号小猪存钱罐中有一万马内 但想要砸开它可并不容易 豆豆在前面设置了几个小关卡 每关都有相对应的奖励 为了让比赛更好玩 豆豆给大壮他们准备了五张辅助卡片 而自己也留有五张捣乱卡 挑战开始了 大壮对着面前的存钱罐挤锤子下去 罐子就被砸烂了 强哥和丁丁看到也立马行动了起来 第一个罐子里的奖励是1000马内 但这些钱要和超大号存钱罐放在一起 等到最后砸开才能拿 豆豆说第二个存钱罐里有2000马内 限时10分钟 这个难度比上一个还要大 整个都是混凝土做成的 强哥在上面一顿悄悄打打 只砸坏了一小块地方 敲了一会后没有了力气 换丁丁上去砸了 他在上面双管齐下 一顿猛砸弹还是没有多大用处 只能让体格子最大的大壮来了 由于这存钱罐胶住的太结实了 大壮也是没一点办法 丁丁他们不得不动用卡片 换取了一把大斧头 有了大斧头这种重量级工具 干起活来事半功倍 强哥拿起斧头对着存钱罐一顿砸 没几下就把小猪存钱罐砸成了两半 然后该大壮接手了 他两下就把里面的盒子给砸了出来 最后丁丁再补上几斧子 成功地砸开了盒子 这个比人高的小猪存钱罐过会就要被砸开了 在大壮他们连续砸完两个存钱罐后 第三个存钱罐他来了 这个存钱罐由铁板打造而成 顶上的开口处还被几十把锁给锁住了 但他里面藏有三千码内 丁丁听完立马用了一张奖励翻倍卡 让奖金翻到了六千码内 在大壮几人不懈地努力下 锁没了近一半 这时豆豆跑出来捣乱了 他用了张卡片 又在上面加上了几十把锁 时间到存钱罐还没被砸开 豆豆把这关的奖励全部清掉了 丁丁几人只能无奈地笑了笑 然后把气全部撒在第四个小猪存钱罐身上 没几下就把木桶做的存钱罐砸开了 获得了四千码内 离超大号存钱罐只差一步了 第五个存钱罐是第三个的升级版 大壮抡着斧子砸着 丁丁和强哥充当起了啦啦队 在边上给大壮打气加油 砸了半天只出现一个小洞 他们只能换了根撬棍继续了 但他们还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为了不让强哥他们砸开超大号存钱罐 豆豆也算是费尽心思 在他们前进的路上疯狂阻挠 现在就只剩下最后一个存钱罐了 在大壮砸了一会没什么反应后 强哥他们准备试试用撬棍能不能打开 然而还是没有多大的用处 最后只能用一张辅助卡 让摄影小哥出来帮忙了 他一出来就对着存钱罐一顿砸 没一会后 体力就透支了 只能几人轮流上了 锤子脱手而出差点砸到豆豆 气得他用了一张捣乱卡 把摄影小哥和大壮绑了起来 这样他们就有力气没处用了 时间一到 丁丁就立马使用了加式卡牌 多出了五分钟的时间 在他们骑行协力下 存钱罐被顺利地撬开了 终于轮到了超大号小猪了 此时里面已经有了一万七千马内 强哥飞身砸去 存钱罐就破了一个大洞 这怎么比前面的还简单 原来这个存钱罐外面是由木条和石灰板合成的 所以相当的好杂 几人开心地迫害着小猪存钱罐 没一会存钱罐就出现了一个大洞 里面居然还有层玻璃 这可难不倒他们 大壮拿着锤子几下就给砸开了 最后他们成功地完成了挑战 赢得了奖金 小伙伴们想看更多有趣的挑战视频吗 欢迎点赞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关注我